近日 重庆市云南省部分地区 开始对所有集中隔离场所人员实施收费管理 实行收费管理 费用每人每天100至300元不等 这项措施引起网络炮轰 有网民表示 隔离收费 核酸有了同盟军 真的缺钱了 还不如直接去抢 就在美国官员抵达香港 审查在美上市的中港公司 审计工作文件几天后 美国政府最高审计监管机构 就对北京发出严厉警告 美国检察员必须获得完全访问权限 9月22号下午 新疆多地拍到巨大发光不明飞行物 影片显示 该不明飞行物发出巨大的白光 拖着长长的尾巴 消息还冲上了热搜 新疆克拉玛伊 伊犁 阿勒泰等多地居民 都拍摄到夜空中划过一道巨大扇形光束 有不少网民调侃 这是外星人造访地球吗 中共二十大前曾引发舆论愤怒的 河北唐山烧烤店打人案 9月23号宣判 主犯陈继制被判刑24年 另外27名被告被判处 11年至半年有期徒刑不等 判决结果引发舆论热议 大陆网民追问背后的保护伞 新调人亚台电视整理报道